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1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微博 我是Jennifer 香港政府统计处11月15日公布书记显示 今年第三季度GDP急速恶化 同比下降2.9% 环比下降3.2% 预测全年GDP增速最终会是负1.3% 这将是1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跌幅 显示香港已经步入衰退 根据发布的数据 香港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三季度 同比跌幅扩大至7.1% 反映环球需求放缓和美国与大陆贸易摩擦升温 港府的发布指出 由于香港社会事件月区暴力 立防港旅游业严重受创 服务输出急剧恶化 急挫13.8% 是自2003年第二季度以来最大的按年跌幅 据发布 市民个人消费开支大幅减弱 实质下跌3.4% 是10年多以来首次下跌 投资开支的跌幅更是达到了16.3% 此外 由于受到新鲜猪肉价格上涨幅度扩大的影响 近年基本消费物价通胀率预测 上调至3.0% 港府表示 结束暴力即让社会恢复瓶颈 对经济复苏至关重要 会持续关注 在有需要时推出措施 称企业保休业 美国白宫11月15日指出 美国总统川普12月将前往英国出席北约70周年高峰会 川普此行几天后英国将举行大选 据法新社报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寻求在12月12日选举持续掌权 英国这次选举由脱离欧盟议题所主导 川普已表态强力支持英国脱欧 支持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川普上个月暗示 约翰逊目前的脱欧协议意味着 英国难以持续与美国贸易往来 分析指 川普此言已搅乱了英国选举 根据白宫声明 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将于12月2日至4日前往英国参加北约峰会 他们还将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主持的招待会 川普长期以来一直在敦促北约成员国 为该联盟做出更多贡献 并于11月14日在白宫会见了 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 在中美贸易战持续的大背景下 中国的经济走向备受外界关注 11月14日 10月份经济数据公布的当天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江西南昌主持召开 部分省份经济形势和保障基本民生座谈会 正是19大之后 李克强第一次在一年之内 两度与地方政府一把手把埋经济 且仅间隔一个月 据媒体报道 中共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 中国的消费者支出和工业生产继续减速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达到统计数据开始发布以来的最低点 法新社也报道说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在今年10个月增长5.2 是中国1998年开始发布有关数据以来的最低点 此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还在11月12日主持召开了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在该会议上李克强再次提及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并再度强调六稳 据报道 中共19大以来此类经济座谈会共有8场 2019年的座谈会密度明显增加 8场座谈会中有5场都是在2019年召开的 香港市民与警察冲突持续 日本共产党11月14日发表题为 立即停止在香港的打压的声明 提出香港特区警察对手无寸铁的示威者的打压是无法容许的野蛮行为 日本共产党的声明说 香港当局加强打压民众是获得中国最高领导阶层的批准与指导才做的 中国官方媒体告诉香港警察什么都不用怕 声明表示显然在香港进行打压的根本责任 在中共政府强烈要求立即停止打压香港人 日本共产党委员长智卫和夫在记者会上说 中共政府应该负起拥护人权的国际责任 在允许香港特区拥有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下 负起责任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事态 美国民意调查机构拉斯木森报告的调查显示 53%的美国人认为 大部分美国媒体试图在自己的报道中推动对川普的弹劾 而不是客观报道问题 仅三分之一的设访者表示 媒体对川普弹劾案的报道是客观的 调查还显示 86%的美国人密切关注着弹劾案的发展 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人 因川普涉嫌施压乌克兰总统弗拉吉米尔泽连斯基 以调查自己的政治对手前总统乔拜登 而启动对其弹劾程序 川普本人表示他只是呼吁乌克兰当局打击腐败 11月13日国会就弹劾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听证会 根据尼尔森公司的数据 听证会吸引了将近1400万观众 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 美国和中国在关税问题上一直都是针锋相对 贸易谈判使数轮 过程跌宕起伏 搅动着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 虽然接近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但分析师们普遍认为 中美贸易战在未来一年不大可能永久停火 中国多行业受到贸易战压力 就业压力大增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 10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5.1% 高于2018年4月中美开始互征关税时的水准4.9% 同时分析师长期以来 一直对就业数据的可靠性是怀疑态度 很多出口相关行业高管也发出类似的悲观声音 有些人甚至考虑 如果业务情况更糟糕的话 就裁撤岗位或是减薪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近日发布报告认为 中国经济成长趋缓压力并没有消失 未来一段时间 中美贸易战演变可能严重冲击中国就业 瑞银集团的经济学家估计 中国出口每下降5% 就可能导致整体就业岗位减少300万个 一些中国分析师估计 贸易战可能已经影响到约400万个就业岗位 世界杯于选赛 中国队以1比2输给叙利亚队之后 中国队主教练李皮宣布辞职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队主教练李皮直接表态辞职 他情绪激动地说 我不想点评这场比赛 场上球员在场上怕 没有斗志 没有欲望 没有胆量 不能从容传球 不能体现出训练的东西 这是主教练的责任 我们输求了 我的年薪收入非常高 这场输求我承担全部责任 所以我向大家宣布现在辞职 不再担任中国队主教练 李皮说完这些话后 没等到翻译把话讲完 自己就先离开了发布厅 李皮曾在2006年率领意大利队 夺得世界杯冠军 这已经是他第二度辞聚中国男组主教练职务 2016年 李皮首次出任中国男组主教练 今年1月他已第一次辞职 在中国足协的操作下 3月李皮重新执掌教鞭 然而这次带队仅过去175天 他再度宣布辞职 据BBC报道 位于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江村工垃圾填埋场 大小约等于100座足球场 是中国全国最大的垃圾填埋场 原预计每日接收2500吨垃圾 可使用至2044年 然而这座掩埋场每日接收超过1万吨 来自800万人口的垃圾 掩埋范围近70万平方公尺 深度则为150公尺 至今已近乎全满 8月起宣布封场 据2017年统计显示 中国每年掩埋近1亿2000万吨 焚化超过7500万吨垃圾 过去中国还曾进口欧洲 日本 美国的塑胶垃圾 但已在2017年底禁止 据悉 中国近期完工了一座焚化炉 并预计在2020年底前 完成其他4座新焚化炉的兴建 今年7月 武汉民众曾因反对焚化炉而上街抗议 已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位于香港的坟墓 11月14日遭人破坏 一名中国左派分子事后 在微博发文承认是他做的 他曾发文不满反送中学生 把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志 与蔡元培相比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志 上月曾发表公开信 内容被视为支持反送中学生 中大学生会此后向校长赠送 良知不会被威权灭声的大型横幅 有人写下 世上可能没有第二个蔡元培 但有的是多一位值得敬佩的校长字句 感谢段与学生同行 蔡元培在北大校长任内催生五四运动 并与掌权的北洋军阀周旋 以积极保护学生为名 不过因为他曾涉入1927年国民党青党的412事件 被部分中国左派分子视为残害中共党员的帮凶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病逝 葬于香港华人永远坟场 蔡元培坟墓遭到破坏 引发大批中国网友留言声讨 并向有关当局检举 痛批肇事者如此毁人坟墓 超出文明底线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微播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